黑暗的火花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導演張作季他那個作品 那我們本來要跟他授權他是不願意的 那也是因為熊正熊先生來跟他講 那後來他有授權 我們也可以在這邊看 其實因為時間很趕 老師們回去只要打YouTube在上面 打1949穿過黑暗的火花就可以來看 那另外一個就是古寧頭大戰 這個是金門國家公民管理處 我們跟他授權也在這邊播 這個老師們真的要回去看 這個拍的很寫實 可是不要深夜的時候自己一個人看 這個很寫實 整個手指斷掉噴血 還有被迫擊包打到很震撼的 這個上面都有 是不是要播這個 那回去 老師們真的回去看 那這裡還有很多 像我剛剛跟各位老師介紹的 這個選傳單 把決心打下 把決心變成行動 把決心變成行動 打下金門保持火全傳 從這個傳單就可以看得到 當時候啊 這個共軍啊 他的士氣是非常高的 甚至呢 他的部署是非常完備的 甚至在這個 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傳單上面 竟然把這個金門的地圖 畫得非常一清二楚 甚至還有這些先風陣 所以呢 這個 大戰啊 不是只有靠他的這些 軍事武器 甚至呢 也把這個 共軍的這個 士氣啊 提得非常提高 提得非常高 所以從這個 從這些資料 我們可以看得到 其實啊 有很多不一樣 很多不一樣 跟現在 中共在詮釋這個 金門戰役 有很多不一樣 現在都說他們是 完全沒有準備 那從這個傳單 那細緻到傳單 都有這些部署 我想啊 他們啊 不是沒有準備來打這場仗 那早上老師啊 有問到說 這個什麼 三角板啊 浮板之類的 這裡檔案裡面也有 檔案裡面也有 這個啊 大概就是 他們的先風部隊 這些人啊 就是所謂我們台灣的蛙人 他們是先風部隊 可能到 搭了這個帆船出來 那幾百公尺 他們都要下水 他們的工作啊 就是去搶探 去爆破 所以啊 共軍啊 其實你說他完全是沒有 準備的交併必敗 我想是不至於是這樣子 跟現在的這個歷史詮釋啊 我想我自己的看法是 我是不認同現在這樣子的那個看法 連到這麼細緻的啊 第一波的這個攻擊手 第二波的攻擊手 他都有這個 這麼這麼細緻的這個安排 所以 我想啊 共軍啊 是有一番的準備 並不是像路口這一個 他在講這句話啊 並不是因為他交併必敗 是因為啊 他當時候的一個氛圍 整個全中國都已經被共軍拿下 所以呢 他在講這一個 對這個 他的這個 共軍子弟兵在講的時候 其實啊 也是在激勵他們 我什麼時候要來拿金門 我就什麼時候來拿 最終的結果 一定會把金門拿下來 可是呢 實不我遇啊 有很多因素 我剛剛在跟各位分享的 除了氣候 還有金門也有地雷的這個部署 那後來呢 這個國軍的 國軍的這個 海軍啊 陸軍啊 也增援了 這個早上郭上校也有分析過 所以呢 金門戰役啊 其實啊 結合很多的這個因素在裡面 所以 如果從單一方面來看 其實還是不夠精準 如果 老師們啊 上課啊 可以多多介紹 可以讓學生們 有更多元的方向 更多元的角度啊 來看這場金門戰役 我想啊 學歷史啊 有趣的就是在這裡 如果是像教科書這樣子 一言堂式的 我想大概啊 那個學生叫出來就是 喔喔喔 對歷史